马泰安部落丰年祭即将在8月15号到17号连续三天 在马泰安的文化广场热情的登场 9号由头目带领部落的青年 前往花莲县政府向县府原民处处长 独顾撒运报讯息 欢迎县长和花莲乡亲们一起来参与 这最传统的阿美族部落丰年祭 马泰安部落丰年祭即将在8月15号到8月17号 连续三天在马泰安文化广场热情登场 为了热情欢迎花莲最大的行政中心 花莲县政府 9号上午马泰安头目和带领着部落青年们 来到花莲县政府来报信息 由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 代表信长许正位来热情的欢迎 独顾撒运表示 虽然信长许正位攻防忙 不过部落的热情 信长许正位可以感受到部落青年的热情邀约 每一年的风银季也是一样 那么多天的风银季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大家为了这个文化的传承 为了感谢主邻 那么也是一样 从各地 我们很多的年轻好朋友 都会从各地回来到花莲 回到马泰安 回到自己的阶层 来跟部落一起来办理 这个好多天的这个部落的风银季的过程 那么当然风银季只是一个名称 每个地方也不会很一样 但是这个我们的传统的习俗 传统的规范 跟这个部落的凝聚 是一样的 也是阿美族最重要的一个祭典 一个活动 那么也有专家学者 做了很多风银季的研究 那么也很少只像阿美族有这样风银季 还有年龄阶级 组织存在 再来部落的运作也都非常的正常 那个这个在世界各地其实已经很少见了 即便是在台湾在花莲 那在部落组织慢慢示威状态下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部落坚持这样的做法 在马泰安部落青年的热情欢迎之下 欢迎先生府邑这门平山寺处处长杜古赛运 大理副处长徐彩尔和同人们 也下来一起跳阿美族的传统舞蹈 同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马泰 参加一年一度的部落风银季 记得久远华彩老